中共中纪委在日前公布了对江西省和云南省两名落马贪官的处理结果 但是这两人只被开除党籍和降职 并没有移送司法 网民炮轰 中共姑息官场通奸党 有评论则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 或许对贪官网开一面的做法 以后会成为惯例 中纪委和中国监察部联合网站在7月16号公布对江西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赵志勇和云南省委原常委 昆明市委原书记张恬新的处理结果 说两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 因此开除党籍 取消副省籍待遇 同时收缴违继所得 赵志勇连降7级被降为科员 张恬新连降4级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两人都将在明年退休 降职虽然影响他们的工资及其他待遇 但是中纪委并没有宣布要将两人的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公布处理时也没有用违法的字眼 中共以反腐的名义 号称在18大后一共拉下了35名省部级高官 其中18人被开除党籍公职 另有多人被移送司法 只有赵志勇和张恬新被降职处理 除了经济贪腐 赵志勇 张恬新在落马前还被媒体曾盛传生活腐化包二奶 特别是张恬新曾被云南电视台员工实名举报包养女主播 同时还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 但之后举报者却被送入监牢 目前还在服刑 而赵志勇则被指控与江西省某县城的现任女县长搞婚外恋 最近一个月 至少已经有9名官员的荒淫生活被曝光 网民批评中共已经沦为通奸党 并质问 为什么张兆这样贪腐荒淫证据确凿的官员只是降级 却可以逃过法律制裁 讽刺的是 这一引发民间不满的处理手法 在中共喉舍人民网发表的文章中 却被称为是反腐科学化 法治化的表现 香港《苹果日报》说 中共玩的还是党大于法的那一套 当局越标榜对问题官员降级处理的法治化 越难以掩盖权斗的实质 评论指出 中共官场以前有三计 如今只有战错队这一计了 只要跟对了上司 所会受贿包二奶或嫖鸡通奸都不算什么 而赵志勇被清洗 只因他曾是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大管家 苏荣东窗事发后 照被牵连 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 中共是制度性的腐败 如果动真格反腐 会把所有的官员都反进去 所以只是选择性的 把战错队的官员打下去 赵远明分析 中共面对遍地贪官 对贪腐数额不是特别巨大的淫官 或许会网开一面 这次对张照两人的处理方式 以后可能会成为惯例 我觉得这个趋势不是太好 因为你这样的话 这个腐败分子又得以生存了 是吧 因为过去中共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犯了错或者犯了罪的 当时给这免去 过半年 近年的话又从别处官复原职了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近年来 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 甚至官籍得到提升 如三鹿奶粉事件中 日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 原副司长鲍俊凯落马后复出 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忘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 在悄悄复出后调任前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早在2011年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 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就曾指出 被问责的官员几乎百分之百的付出